新幹線司機上廁所,列車三分鐘無人駕駛 JR東海公司20日公佈,本月16日上午8點多 該公司所屬的東海道新幹線的一名男性司機 在列車行駛中曾暫離駕駛席 導致新幹線運行中出現三分鐘無人駕駛的危險情況 該駕駛員稱,當時是因為肚子疼急著上廁所 叫來了一名不具備新幹線駕駛自治的乘务員照看前方安全 乘务員隨後急離開駕駛室 在長達三分鐘的無人駕駛期間中 車速約為每小時150公里,共搭乘約160名乘客 根據規定,新幹線司機駕駛過程中出現身體不適時 因聯繫指揮中心,並安排持有新幹線駕照的乘务員替班 或者臨時停車後才能離開駕駛室 J2東海公司表示正考慮對該司機進行處分 對此,日本網友表示,雖然此事件確實欠妥 但也應該反思新幹線駕駛是一人駕駛的體制